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n频道。 今日,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,香港著名歌影天后,梅艳芳的生平同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 族人物评的,而,阿梅是个狠男人的女人,非常够意气,朋友们聚餐她永远抢着付钱。 我觉得梅艳芳是真正属于舞台的,她可以控制整个舞台,舞台就好似她家,她一上舞台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 张学友的评的,梅这是属于舞台的,没人可以代替她。 郭富城的评的,阿梅在圈子女的人缘可以算是第一,因为几乎所有认识,不认识她的人都支持她。 其实从一般演员变成明星容易,但要成为巨星,关键要看人缘。 这个圈子人缘很重要,让她这样的巨星对所有人都很真诚,尤其是下层人士都很真心,不会有两种面孔。 曾志伟的评的,阿梅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演艺天才,能够与她合作过,是我的荣幸。 她不愧是香港娱乐圈的大者,不但歌艺演技出色,还致力于回报社会,号召娱乐圈人士为社会做了不少工作。 周星辞的评的,在合作的女性当中,印象最深是梅艳芳,我很喜欢跟她合作,她是个很爽的女人,很少有女演员走在一起没有妒忌心。 而梅艳芳就是一个没有疾到心的人,很舒服,是个影响力很大的女人。 张曼玉的评的,梅艳芳性格豪爽,有情有意,为人真诚,在圈子女的人缘可以算是第一。 更热心栽培新人,有爱心,一生不断做善事,希望她的勇敢和坚强一直会在我们心里面,她的敬业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 梁潮伟的评的,我非常欣赏梅艳芳,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表演家,尤其是在舞台上,她在舞台上的魅力,在我心目中,是无人可以代替的。 梁潮伟的评的,梅姐她肯有意气,是现代女俠,刘嘉玲的评的,阿梅给我的感觉就是仗义,正气的代表。 我祈求来世我肯能有幸与阿梅一块演戏,我还要作她的好朋友。 王祖賢的评的,梅姐是一个天生的艺人,能演能唱,人又豪爽,她的过世让华人世界少了一伙巨星。 演艺圈淡淡许多,她是我心目中的女中豪杰。 叶童的评的,梅艳芳对香港来港是非常重要的,香港现在少了一伙最闪亮的星星,她是香港的女儿。 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她,叶善文的评的,梅姐是我最欣赏的前辈,她对人生积极的态度令人敬重。 即日跟梅姐相处,她说的每一句话我都明记于心。 郑秀文的评的,我很多不能告诉别人的心情,都向梅姐倾诉。 来生,我还会哭她一声者,借庭峰的评的,师父对我不只是影响那么简单, 真的事把我素做成形的人。 她让我懂得怎样去面对我的人生,尤其是她那种合女性格,对我的影响潜移默化。 我希望可以像她一样,狠用心地为社会做一些事。 何韵斯的评的,好,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,今天就讲到这里,下一集我们再见。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拜拜。